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自动领袖里面我上了这堂课的时候 我感觉到原来领袖可以是种出来的 然后可以成为自动领袖 是也要具足非常非常多的种子的 所以在这堂上这堂课的时候 我最开心的就是 当在这堂上这堂课的时候 就好像老师在课程当中 把我整个人都像CT scan的 scan从头到尾 让我知道其实我在自己本身 在带领团队的时候 我有什么 哪一个部分是没有做到 哪一个部分是 其实是我有做到 那么我就知道 如何的继续再投资 我在这个方面的种子 所以除了这一个 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讲 其实是其中的一个工具 在这个工具里面 我觉得是非常酷的 什么叫做三巧方便 所以以往的我 其实是也不只是用在团队 包括我自己 我觉得对我来讲 我觉得自己运用这一道工具 让我感觉到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 所以我每次都会想起 就是有一道三巧方便 如果平时我们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 尤其是在合作伙伴上 当我遇到一个 可能跟我性格上做事方式 可能比较不同 不一样的伙伴的时候 一般上我们都会是 离开或是甚至不要合作 对不对 所以尤其是在公司 如果我们今天有两个员工 然后两个员工都不是一个很核心 想要合作一个项目 基本上我们会选择怎样 可能那个平台 只我们选择其中一个来胜任吧 可是在这道工具里面 让我更了解 其实是我们可以让他们用这一道工具 然后促使他们可以更和谐的合作 而且可以达到两个 最后的时候他们是一个非常开心的 很享受他们的合作工作 所以这道三巧方便的工具 我只觉得带哭了 所以我也鼓励 其实在level 9里面 有很多工具 我们都可以审查到 如何让我们更有效 更有力量的去带领我们的团队 最重要是更轻松的带领 然后最重要一个秘密 时常都铭记在我心中的 请我都会是在问我自己 请问我现在 我有没有很享受我的工作 这个是非常无敌power的 在里面有讲 只要我很享受我的工作 那么我在带领团队的时候 是非常轻松非常愉快的 OK 所以欢迎大家出席我们这个来临 10月份的level 8 自动领袖力的工作坊 欢迎大家出席 Thank you 谢谢大家